这一节来谈一下就是军医接下来新产出来的棋题 它的一个流程 所以这边的话呢就是用Word 然后稍微打一下这个题目 那这里有一些标签语言 那这里就很多题 但同一个主题把它摆在一起 那这样打完之后呢 当然就可以上传 上传到后台其实大概就会看到这个样子 那这边如果设好相当 对应的知识点就会出现 那目前一个概念里面呢 有可能有难度简单的难度中等的 跟难度更难的 那目前开发因为实践关系 以简单跟中等为主 更难的之后有空可以再补进来 对好那除了 以前是除了这个表格之外呢 我们现在要讲 重点就是要放今天重点就放在说 其实每个题目 你都要做一个什么出生记录表 就说他什么时候出生的呢 然后审核的是谁 那一些相对应的东西 其实在一开始出生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些稍微想清楚 那他的类型是怎样 对那还有呢 他的一个设计里面 然后注意事项 那还有这边里面呢 总共又有Persi时出里面 他到底有几个类型 对 然后他的各个类型的 题目的分布是多少 这都要清楚 之前的一个题目 有时候缺点就是 你已经不知道 后面的人真的不知道前面里面 到底有什么题目 所以这里要有一个记录表 那有一个很完整的文件 这样子会比较容易了解 里面到底有什么 好那这边做完之后呢 其实还要更新两个事情 就是说这边是一个线性的一个架构图 然后这里是一个C体总表 这几个都要跟着更新 好 我们先从这个题目来 开会看一下 看完之后再谈一下 整个题目设计的一个理念架构 一跟二是有互相包含 我们就做二就可以了 对 例如说 这边 AN是这个 那题目我现在都会加一个备注 备注的意思就是说 它不影响作答 所以就是 只是希望学生做这个过程里面 是稍微去理解一些相干的概念 就说这个题目 这样让你一般是没有 就并不是数列都有一般是 但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慢慢数 所以这个东西就11 好 那这里面呢 这个数列也是没有一些规则 它是生活中长期的数列 就是备注都是 你可以不理它都没关系 但是其实 这边就是让你数一数 总共数出来有12项 那当然你可以看一下这提示 就是说 这是一个月份的 每月的月份日数构成的数列 好 那这里这个也是一样 就1到100 那第8个是多少 那在这边里面呢 在这个单元里面强调的就是一个 就是说 它只是要 要数而已 还不需要算 那这个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就是待会那个理念表里面 就出生证明表都要加注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就为什么要安排这一题 那这里也算 A10 这里是刚好是那个 第29 OK 好 那 审题的人大概也是要多做几回 但审题的时候 不只要从这边混着做 建议就是一定要 从这个记录表里面 主体预览 这样子才不会漏掉 我们再来操作一次 所以 这里有一些 这个突然 坏掉了 OK 那刚刚这里的话呢 对 这末项是多少 这里就是1 我们先看几个数字 待会再来看 这里重复了 OK 那 一样就是说 这里只是 在了解数列 但是我要 跟 顺便介绍这数列的来源 这是一个整个 从做中学的一个思维 那这边的话就是2M 好的 OK 所以 相同的数字 相同的概念 但是有不同的提醒 这是目前想要开发的一个重点 好 那 虽然 传统题目里面 只会给这个 但是希望透过一个图形 然后帮它 建构出来那种感觉 就是 它不是一个数列 而它是真正是一个图像的感觉 就说 这里每次多三个 它其实就很像 这里一直长出去 当然计算上就6代进来 就变成19 OK 那这里的话 对 这是卡拉茲数列 这是1 那这费斯数列第7项 1234567 13 对 好 那提示也记得看一下 好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 整个出生证明表 所以一开始的话呢 就是完成的时候就填这些东西 那之后如果有修改 其实这边出生证明表要跟着改 例如说 我现在这里又新增了几个题目 那几月几号 那 新增之后呢 又要新的减合 那上架 好 那这边就是要填一下说 它的Carbon Range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这是一开始出生的时候 星空图是怎样 好 那这边就是 做的人也是要稍微勾一下 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型的题目 出题方式是哪一种 那HDL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再分一下 它到底是用到什么效果 好 那这边就是要让出题者再注意一下说 你这题 预估如果做完六题的话呢 它的时间是多少 好 那这个是现在 接下来想要改的经手标准 目前就觉得 如果最近六题里面对五题 学生应该就可以算经手 好 那重点就是这个设计理念 对 就是说 这个题目里面 我到底想要考什么概念 对 例如说 它只是要考一些基本名字 首项目项 N项符号 就是 那例如说 看得懂这种数列 点点点的 然后了解数列 其实是有序的数列 对 好 那这就是理念的部分 一定要把它写清楚 那才会 好 其实我是写完题目 然后再来 再来写 那写一写呢 又可以再去改一下题目 对 一开始出生的时候 就透过这样的版覆 查阅 这样才会比较了解 那 对 那这边也是一些 我出题的时候 有一些想要强调的理念 就是说 我尽量想要说 出题的时候尽量附上图片 虽然它跟 答题没关 但是我们重点就是 重做中学 对 虽然这里会出现等差等比 但是 在这里面 重点不是用等差等比公式 而是让学生用数的 所以这数目不要太多 大概可能就是十项以内 就是一一可以数出来 那这里的话 就会记录那个 初题的资讯 这是Persis的 那HTML 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说 你要记录一下 每个case到底是 在做什么 对 这里的话 这三个括号的数字 就是说 总共25题 但是第一集的题目有18题 第二集的题目有7题 第三集的题目有0题 大概就是 类似这样的一个资讯 好 所以这整个流程 所以就是说 初步完成的时候 除了这Word档 一定要再加入这个 这样才主要就是 让后续的人可以了解 当初设计的一个方向 是哪样 对 那接着就是上传 然后就加星空图 那记得在这两个表 都再做一下 那个update的动作 非常有趣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